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话语的影响力 有一个故事说到 在加拿大有一位男孩 名字叫做罗伯茨 他的爸爸是一位非常棒的父亲 从小就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与关怀 但却在他八岁的时候就去世 而他的继父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酒鬼 这让罗伯茨的人生有了180度的转变 所接收到的讯息 也是从原本是 你是被爱的你能做到 变成了你很笨 你将永远一事无成 因着与继父的矛盾 罗伯茨开始接触酒精和毒品 15岁就离家 16岁被捕入狱 在出狱后 则在街上做回收 捡食垃圾 有一天 罗伯茨坐在公车站 他旁边站着一个人 名叫格斯 他给了罗伯茨一根香烟 和几块钱 他们坐在那里聊了半天 格斯对罗伯茨说 你知道吗 你的能力远远不止于此 但生活呢 就像是把你的窗户弄脏了 所以外面的光芒无法照进来 而你的光芒也无法照出去 如果有一天 你能够让自己清醒过来 你将创造不同反响的人生 因为你是一个聪明人 罗伯茨听到这些话的当下 还转头看看是不是有别人 因为站在格斯面前的他 与他叙述的完全不符 但是格斯说的话 却大大的改变了罗伯茨的人生 他开始意识到 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 而不是怨天尤人 而最后 罗伯茨成了加拿大著名的 励志演说家 作家 不断地用他的生命故事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亲爱的朋友 你将创造不同反响的人生 故事中的罗伯茨 因为一句正面积极的话语 改变了他的人生 让他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 是有盼望的 可见话语有多么的重要 在圣经中有一位伟大的使徒 名叫彼得 在他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 他是一位叫做西门的渔夫 而有一天耶稣跟西门说 西门 你不要再叫西门了 你要改叫彼得 因为西门的意思是卢尾 而彼得的意思是磐死 耶稣在这里对彼得说了一句 创造性的话语 那就是你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乳尾 你是坚强的磐死 也因着耶稣的这一段话 改变了他的一生 最后彼得也真的从一位平凡的渔夫 变成初代教会伟大的领袖 亲爱的朋友 时常对自己说创造性的话语吧 话语如同预言 话语也会成真 你如果常常说创造性的话 就会带来创造性的未来 就像格斯与耶稣一样 因着他们说的一句创造性的话 就激发了人的无限可能 而相反的 当我们常常看虽自己 讲丧气的话 我们的人生也会如同 我们所说的一绝不振 今天 无论你目前的处境如何 鼓励你 开始对自己讲正面 积极创造性的话语 相信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上帝必会在你的生命中 做新事 你将开始经历人生改变的奇迹 一句话说的合宜 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